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师傅是年轻的,不是老师傅 有识国人告诉我,伟有所值 我们今天就去找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组合 其实我只是在传统的菜里加了点缀和耕缘 我更多时候将自己当作作品总监去看这些菜 自己反复测试 觉得自己试过了,这个味道没问题了 就会出给客人了 模仿一个菜是很容易的 但无中生有的东西才是最难的 为什么你可以想到一条烤鸡鸡搅起来 这些才是花心丝 心丝只是一个点来的 在不断的测试方面去调整方 好像肉微不够 我们加多一斤肉去牛这个汁好不好 不够浓 不断的测试测试 就会有一个成熟的出品了 我学完的 之前学法亲的 但我回来看 其实吃法亲的客人的回头率 其实可以说是 不太留得住广东人的胃 所以我会说 如果要做 有意义的 还是要做粤菜 回到粤菜 我来说三个菜 港府菜 潮州菜 客家菜 但现在好像看一些私房菜 五星级酒店 一些比较精致的 顶尖的餐厅做粤菜 全部都是港府菜 全部都是潮州菜 但唯一都没有一间客家菜 我是想以这种精致的标准 去做一间客家菜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初衷 第一个有十度菜 就是从暖围菜开始 到前菜 炖汤 四个主菜 清菜煮食和甜品 每一个菜都会围着客家去行 接着到前菜 有五种颜色 金木水火土是五种颜色 五行 对应着的 五行相生就是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这个都是我们的顺序 先吃冰的 再吃烟 先吃烟 再喝个炖汤 文思豆腐是一个刀工 这个汤是用炖汤 炖汤是粤菜的 文思豆腐是淮羊菜的 所以这个汤是粤菜和淮羊菜的融合菜 文思豆腐放在这个汤里很漂亮 好像一个毛球 都能体验到师傅的刀工和心思 很漂亮 很漂亮 非常适合拍照 豆腐的青 加上这个汤头的浓香 淡羊菜 可以的 吃到清甜 但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真的很漂亮 再来 会是各种的主菜 这款它叫做 黑虫露 拌起盐焗鸡 其实客家有一个地方叫五华 它也有做一个五华鱼生 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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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止可以拌鱼生 可以拌盐焗鸡 只要在鸡上面 再加上少少不一样的香味 就是黑虫露味 对不对 食材之间 只要你捉到平衡点 我觉得是很微妙的 鸡肉 是一种暖滑的鸡肉 是舒服的 柔软的 但是它整个搭配是很凄凉的 我以往吃的炎焗鸡 鸡相味的说话 它算是很清淡的 但是它会有很多不同的味道混习其中 包括黑虫露的味道 黑虫露的香味是强的 这个味道很强的 和黑虫露一起跑出来 还有薄荷的味道 后面的说话 先是炎焗鸡的咸味 最后有酸的酸味 这个绝对颠覆了我对炎焗鸡的理解 我没有想过炎焗鸡可以这样搭配 我没有想过炎焗鸡可以给予我这份经验 这个很好 脆皮猪手 用五枝木头做包汁 把它炆软了 然后熟成做脆皮 它就是有奶香味和口感的质 你看这个造型 你明知它一定不是粤菜 哪有粤菜可以搞到 没有粤菜吃猪手 是把猪手拆骨起键 放出来做摆盘 但偏偏吃到口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吃到 可以炆得够火 我真的想用什么和味 炆得很漂亮 够身 去形容这一件的猪手 但是你会发觉 你不是你现在吃的是一餐 法餐 一餐贵的 但是它真的会有那种风味 在里面 全部肥膏炆到淋淋化 很香味 沉透其中 好吃 九年山香菇獅子头 九年山香菇 是整个河园客家最有名的香菇 泡沫也是香菇 这个应该是法餐的做法 真的 是法餐的做法 要怎么吃呢 先吃肉 然后再加汁 这道菜不是吃肉的香味 而是吃菇的味道 干货的香气 浓缩之后 用了肉味去放大菇的味道 再来 蔬菜本身没有任何的味道 只是爽口 味道 但是 沾了汁之后 那种菇香味 很美味 和平黑腐竹万炖牛腿 那种嫩口的感觉 牛腿 甚至比我刚才吃到的鸡 更加煎嫩 这是我对它很大的惊喜 我没有想过 牛可以乱过鸡 表面的会是和平黑腐竹 我都说 客家的豆制品是无敌的 食物蛋白的甜香味 那种满足感 会有在当中 和腐竹鸡肉很有趣 口感也相似 都是那种软绵 味道上都达到了 那种蛋白质的甜美一致 再来 多士顿蝦汤 和原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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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食材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你附许它是什么味道 你做个麻辣汤 它就是麻辣的味道 你做个番茄汤 它就是番茄味道 所以我们 这个档次要提醒 当然了 如果人家一收一千元 不可以的 我给人家吃 我做个猪脚鸡肉 我在客家吃猪脚鸡肉 我加了一块鸡肉 鸡肉 一口金汤 一定是用一口金汤来处理 才有这种的味道 那口汤是鸡肉 鸡肉 浓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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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淡 让你感受到它的甜味 再加上这些荷原米粉 你觉得这些荷原米粉很爽 爽得不得了 25年陈皮绿豆沙 这个也是冬季的 清热解暑的东西 这个是蛋 这个是春 陈皮的味道 赢了所有的一切 我说的 Kent 是一位青年人 他真的可以把各种客家赛的元素 融入到他自己的想法当中 做到西餐的一餐饭当中 但偏偏 说真的 那一句 我说的 我会遵循着客家菜的那一套 表达的状态完全不同 而且非常有新意 非常有惊喜 所以这一餐饭我吃得很开心 很满意 记得姚带秋带全世界的人